苗栗选战进入白热化 民进党苗栗现场候选人徐定真 力拼72年来要首次翻转 提出了诉求终结地方黑金跟派系 因此他也向警调喊话 茶摊茶会到求完票最后一刻 因为明天晚上他要举办万人团结之夜 却发现了动员困难 怀疑里长跟明代遭到对手的施压 选战进入倒数阶段 民进党苗栗现场候选人徐定真 开记者会诉求终结地方黑金 向检调喊话 会选要查到最后一刻 希望检调能够坚守到投票的当天 甚至投票结束 有建议四年前我发现 好像检调在礼拜五晚上 当晚五点下班就收腿 我们发现大肆的买票 甚至到投票的当天 都有很多会选的创文 就怕会选影响选情徐定真 要相亲用选票改变苗栗 因为原地二十四号晚上 他要举办万人大会师 政府总统蔡英文和赖清德 都要向乡为他站台奏势 却传出地方里长民代疑似被施压 对手我们发现 都有针对这些里长 民意代表述等等 我们发现他们压力都非常大 也造成我们这边在动力上的一些困难 我们相信 相亲是有受到压力的 投票倒数最后三天 许定真把握机会 前往竹南传统市场 扫街败票 为了立平72年来首次翻转 这一战徐定真要握力人 站出来一起改写 握力命运 见张欣杰 握力报道